多照照镜子,很多事情你就明白原因了,来源之后,01只要是石头,到哪里都不会发光的,02,别减肥了,你说不仅是因为胖,03有些人感慨,自己岁数不小了,还没有成熟起来,其实你们已经成熟起来了,你们成熟起来就这样,04又一天过去了,今天过得怎么样,梦想是不是更远了? 05只有拥有找男女朋友的能力和很多备胎,才能真正享受单身生活,01你这么努力,忍受那么多寂寞和纠结,我们也没觉得你有多优秀,07多照照镜子,很多事情你就明白原因了,08如果你每天干的活明显多于别人,但自己很高兴还感觉得倒气重,那么与其说你很有才干, 不如说你的领导很会管人,09努力了这么久,但凡有点天赋,也该有些成功迹象了,10,好的容貌和很多钱,是进入上流社交活动的通行证,11哪怕抛掉出身的因素,我觉得你也未必干得过别人,12,有些女生觉得,说自己是吃货能显得可爱, 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效果,13这个世界没有错,谁让你尝得不好看又没钱,14真正努力过的人,就会明白天赋的重要,15一些年轻人,通过高端消费来营造自己高端收入的形象,16你承受的苦难并不比他人多太多,痛苦主要来自敏感和脆弱, 17我在社会中昏得不好,我好恨社会,但我离不开他,我生活中不多的美好,全是他给的,是把很多人发现,自己在钱,全,女人的问题上比不过别人,于是开始试着,在道德和人生境界上做文章,19你若没有可爱之处,便不会有人来爱你,20我要是有钱,或者尝得好看就好了,那样, 即使我性格有点怪,也会有人愿意倾听我的想法和感受,跟我做朋友,21那些人人羡慕的精英,其实过得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好,但肯定比你是强得多,22很多时候别人对你好,并不是因为别人喜欢你,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对人好,23来是一个很好的托词,说得好像勤快了, 就真能干出什么大事一样,24当别人和你说忙,是他才要留时间给更重要的人,25我们在困难时候最能依靠的人,也是得以时最容易忽视的人,比如,备胎,父母,好心但是不优秀的朋友,26总有这样的人,该干活的时候职业不起来,玩的时候又放不开, 27人生就是这样,有欢笑也有泪水,一部分人主要负责欢笑,另一部分人主要负责泪水,28等生活忠贞,有了生老病死,这样的大事,才知道自己以前的忧伤都是狗屁,29有很多人对狗很好,对人却很差,30有情越来越少, 理尚往来越来越多,31回首青春,我发现自己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,但我并不难过,因为我知道,以后会失去的更多,32最靠得住的是金钱,最靠不住的是人心,33对今天解决不了的事情,也不必着急,因为明天还是解决不了, 34不去努力,然后告诉自己,我根本就不想要的痛苦,必拼命努力后失败的痛苦,要小得多,35你努力后的成功,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,更何况你还没成功,36假如今天生活欺骗了你,不要被伤,不要哭泣,因为明天生活,还会继续欺骗你,37要是有个地方, 能出卖自己的灵魂换取物质享受就好了,38坏女人爱男人的钱和权,好女人爱男人,应有钱和有权,而产生的自信,宽大,精力充沛,乐观兴趣,还好,殊途同归,39精神追求,应当是物质追求得到满足后的自然反应,而不是在现实受挫后去寻求的安慰剂,40丑女 让人注意她的内赞美,长相普通的女孩,让人忽视,41有些人努力了一辈子,就是从社会的四流挤入了三流,42什么样的人造就了什么样的国家,不要老觉得我们的祖国配不上你,43爱情就是,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了,我才陪你到天荒地老,44她给你的爱会消失,她给你的Tiffany却不会贬值, 45一体到钱,大家就不是那么亲热了,46,很多人不断的规划自己的人生,每天压力很大,其实不管你怎么过,都会后悔的,想想你这前几十年就明白了,47老师您好,请问像我这样的,没有背景的北大毕业生,应该如何定位自己,社会底层群众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人? 48基因是你给的,成长环境是你给的,社会阶层是你给的,还有也埋怨自己孩子没出息,49我们所咒骂的那些品德败坏的人,其实不过是直接或间接的损害了我们的利益,50我的人生目标是30岁时,在北京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,现在我的目标已经实现一半了,我已经30岁了, 长安二维码关注鲁智的阳台,ID,鲁雷六六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